为什么做生意的人心都挺狠的 做生意后人们会发现人心并非很多 而是因为在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后 你会觉得以前的想法太过天真 有时候你觉得客户很好说话 他要求优惠你忍不住给他最低的时候 结果他又继续要求更多的优惠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终于成交了 你原本以为给客户做大的优惠后他会感激 然而他转头就续投诉或者给你差评 你心里是什么滋味 有时候产品明明是被他的孩子弄坏 他就怪是质量太差的原因 一直跟你闹甚至骂你 打你 你心里是什么滋味 有时候客户把产品用了半年一年后 还跑过来跟你说要退款 你心里是什么滋味 有时候明明你认为做生意都需要诚信 结果你有诚信了 你也觉得对方有诚信 结果把货发过去后 款都不给你一直拖着你 你心里是什么滋味 有时候你到农村里办事 结果就被那些农民伯伯给围起来 并要求你 不给钱这事就不能开办 但这是压根就不关他们的事 你心里是什么滋味 有时候明明你对这位员工很好 钱到位 股权到位 分红到位 结果这位员工 跳到你竞争对手的公司 并告诉你公司的技术秘密 你心里是什么滋味 有时候明明你店铺的一些手续都办好 可以开店了 结果就是被老一位大人物卡住你 变开不成但需要一只交足金 你心里是什么滋味 普通人对世界产生美好的认知 因为只要自己真正的对待别人 别人也会真正的对待你 说不出别人回头跟伙伴说 这个人真傻 有时候并不是做生意的人心很熟了 而是做生意的人 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律 做事应该以一种平常心的心态 公事公办的对待他人 比如 有些老师借钱给别人后 不敢找对方还钱 或者找对方还钱还会不好意思 有些老师因为别人说几句好话 或者因为别人对他好后 就不好意思拒绝这个人 有些老板平时和爱可卿 平时也跟你交流不错 从话语中也非常欣赏你似的 但只要话语中有一丝不好的想法 他就会特意交代主管处理你 有些老板会跟你成兄到弟 但只要欠他货款的道士不还后 直接把你告上法庭 老师会觉得这样的老板表面 一套卑里一套太阴险太小话 但实际上你只要懂得 老板的经历那些心里 是什么滋味的经历后 你就明白 老板其实公事公办 也确实是跟你好 他确实是欣赏你 他确实是跟你撑兄到弟 但这一把归一把 你做错伤害到他的利益 他就按正常流程来处理你 不能因为他对你好欣赏你 就天真的以为伤害到他的利益 使他不办你 用古人的话来讲 功劳是功劳 过错是过错 功与错是不相抵的 只有明白这个逻辑 你就不会觉得 做生意的人心很熟了